好帅 你真的帅都不行 一个东西你们分一下 就是每个人有你们的名字的 还要分啊 我想要心理问我 为什么我都问你这么多 我不问你都这么短 谁先来 谁先来 可以来来来 你可以挑几个吧 全是 想问旺旺 新男模有没有赢过新衣 整个没有 旺旺爆料一个李老板的坏毛病 坏毛病 我没有啊 还是多大的究竟 真实的毛病 误回信息吧 没有回来 不是说过 假如新衣和小畅掉进水里 先救谁 我自己都最会游泳 谢谢 快回答啊 我会选小畅 我感觉小畅是比较 需要我保护你 新衣是保护我 不用了 再一个 想问艺丸姐临师组还缺人吗 可以加入你们吃播添团吗 当然可以 请上我们XX片 有人会放你 有三个词评价你眼中的李佳琪 不要害怕被开除 喝酒 喝酒 走喝酒 喝酒醒酒上班 喝酒醒酒上班 没有每天没有每天我发誓 我的喝酒方式是一个星期喝一次一次醉一个星期 想问艺文姐每次临时节是不是快乐冰痛苦着 没有就是快乐 没有痛苦 就很快乐陪在你身边就是快乐的 你每天晚上趴在马桶上兔子 没有没有 我们不能胖一胖是要尊重自己的身材 自己的健康 最后一个 艺文姐有没有打算加入到直播间女模当中 非常适合带货微胖女生的衣服 我觉得非常棒 因为她上班是最快下班的 没有 有好几个上班 整个运时到这么一个注锅 结束她才能下班 下一个 我问新衣好不好 好 这是小畅了 好尴尬你 想问一下小畅 为什么可以长在我的审美上 谢谢我的妈妈 小畅你知道你真的可爱到不行了吗 你知道吗小畅 嗯 嗯 那个样子起镜头 无限慢爆 我把那个没有眼镜的样子给我拍出来 看她们还生不生死了 对 对啊 小畅这样 可能都不能戴眼镜 要不能戴眼镜 绝对给你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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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一个问题啊 小畅小哥哥 你觉得你和新衣谁比较帅啊 今天就是帅 你呢 我是 有少爱 你喜欢你的女朋友是戴眼镜还是不戴眼镜 都可以啊 看她自己 我觉得最好不要戴眼镜 不然你这样会硌子 会硌子 哈哈哈哈 这么多主播里面的女生掉在盒里 你会就有谁 真就真气吧 都有的CP粉就开始 啊 啊 哈哈哈哈哈哈 毕竟搭上了 那么久了 对 我来把我来问真气 平时的妆容 穿搭也是这么精致的吗 平时 我平常就是如果不上班的时候就是 没有什么特色的事情就不坏妆 但是如果这做完了的话 穿搭眼和平时 就会用力化妆 非常用力 上一次我们去岳阳团建的时候 每一天这次都非常用力 搭乎穿的邋遢 部组装 蒸汽这个名字是自己取的吗 为什么叫蒸汽呢 这个很多人问 因为大家一直以为 我叫蒸汽机的那个蒸汽 但其实是蒸汽 就是我的名字的谐音 崔蒸汽 然后演变的蒸汽 想知道亲姐姐怎么 兼顾生活和工作 这大概没忘记 当你们看不到亲姐姐 她就回去生活 对对对 大概就一周回家一次 就周五休息 那天早晨做早饭机会 然后周六的中午 坐飞机回上海 好 下一个 同位软堂吗 嗯 好 想问软堂 理想型是什么样子 理想型就是那个 不是老大吗 不是 大吗 有责任感 有上进心 就是你心里有那么一刻觉得 旺旺凭什么会在你下期 同位 因为她是我最好的学姐 问杨阳会不打游戏 我会打 对啊 你没有看到朋友圈 你是假姐妹 她朋友圈有很多她打游戏的东西 跟她爸 哦 对对对对 你真的结案实际很多 我会很善于观察每一个人的东西 然后想问杨阳 性格和外貌的反差大吗 就是我可能刚刚和一群人 接触到一起一个新的环境 我会有一点生疏感 但是就只要我和这个人熟透起来交心的话 就会发现我是一个挺扯的一个人 对 我根本感受不出 我也是 还没有跟你交心啊 你没点XX吗 心里 真的 小问心 你的眉毛真的那么浓吗 卸掉 就是熬夜熬多了 然后眉头会有点缺 然后眉头会坏一点 眉头这么浓还缺 不太缺的呀 因为我办了一张卡 专门剪眉毛的那个卡 就是有那种就是长出胡子 对 如果我不定期去剪的话 那个眉毛会长这么长 就那种很长寿的那种长寿眉 就是义王国陈 习近平吃温蜜 对 刮像我这样子 重点问题 我想问心依依喜不喜欢旺旺这个类型 当然非常喜欢 因为我们俩我们俩 我们俩明年一起过生日 我们俩就是属于性格非常像 狮子座 静止笔留在这个上面 我问阿修 是怎么控制饮食的 没有控制饮食 我有一天到阿修吃火锅的时候 吃肉非常可怕 我一盘一盘吃肉 我看到没有 就我没有办法一下子吃一大堆 但是我可以吃很长时间 然后一起吃 想问小哈是宅女还是社交牛 我说宅女 下一个问题 想问小哈有什么护肤技巧可以传授 感觉皮肤好好 我对自己的肌肤比较有的耐心 就是她长痘痘啊或者饭红啊 我都不太担心 所以我就在里面直播间能买到 是和恭喜你在她 来吧真正 佳琪恋爱会在直播间都开梦吗 会 对我非常渴望 跟我网友非常渴望恋爱 我笑我一天 我以为没有渴望我 我也是 佳琪回老家吃酒席的态度 有没有好意见 我不是态度不好 我是那一天是 丫头 丫头扒了牙 然后回老家 然后就又发烧 所以就有一点点的状态不是很好 李老头平时怎么处理自己的 对老李头吧 对老李头吧 我很少 我还叫一某哈 一边一某一边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基本上不一某 而且我一某一次两三分钟就 哈哈哈哈 佳琪能不能给刚毕业很迷茫的我一点建议 也是要就努力去工作 但是要稍微就是带你对你的期望 工作的期望 家庭的期望 爱情的期望 和朋友情的期望 那我觉得稍微的平和一点点 你会活得更开心一些 家旗 如果让你重新选择一个职业 你会选择什么 公关 我是社交牛 变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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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 随着奈娃家族的壮大 家旗对女明星的爱有减少吗 她对我的爱有减少 大家都不跟我睡了 她跟我妈在睡现在 她以前是每天都跟我睡觉 然后到了 早上的时候她就会下楼自己去玩 然后下 up 就跟我妈睡觉 比较多 好不哦 每人说一句就是 比如说年终的总结和新年的 你能不能提前告诉你 没准备啊 2022年发财 废爱 好运常在 身体健康第一 做开心的事情 做热爱的事情 就2022年我们每个时节能涌创 每场每个时节200个人的铁铁铁 让大家都可以买买买 擦擦铁铁铁铁 过每天 那你就要吃下去了 好 希望大家可以在2022年 找到心中所爱 好 好 心理健康 一切顺利 然后平平安安 愿意生活愿意 得偿所愿 可以给大家带来更多的 大家想要的东西和喜欢的东西 当然也谢谢大家这一年 这么支持我们 谢谢大家 祝大家开心 不必鼓动 我就希望明年我可以控制下体重 非常感谢所有女生和所有男生 对李佳琪直播间隔 所有主播的团队 这么多年的支持 以及信任和包涵 然后我们希望在今年 可以给大家 大家更多的优质的内容 和带来不一样的 直播的一些方式 然后2022年 就是我们会一直陪伴大家 如果你们有空的时候 就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 给我看看了 哪怕只是跟我们聊天 然后来靠我们 互相怼来怼去 或者是 看我们很搞笑的 点货的来买东西 都可以 反正 当你不开心的时候 就来李佳琪直播间 就对了 好吗 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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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